今天继续带大家探秘这个宏伟的废弃寺庙 深山老林里边能把寺庙建的这么宏伟 实属不易 看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上面应该还有一个大地啊 在两边全是这种茂密的树林 看这边都被雨水冲刷的 把台阶都冲垮了 其实古人说的一人不精妙 应该是怕以前的寺庙里边都是有贵重的物品 怕有人进去之后 东西丢失了之后 怕的是说不清 应该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吧 有看着石头冲的马地都是 越往上走 这种大石头 就越多 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路可以走了 看这边 这都被雨水冲的都不像样子了 咱们看看这上面是个什么店 哦 这上面都塌了 咱们视频前的小伙伴们 可千万不要随意模仿 这种地方 要来的话 一定要带上专业的设备 看这柱子上面的枪皮都坨落了 这边放着一个石墨 这应该是以前的僧人用来磨豆浆 磨豆腐的 哦 这里好像是僧人的那个食堂做饭的地方 这里还有毛巾呢 有人没得 这边有好多碗筷啊 地上怎么还有啤酒呢 这边是藏金阁了 看这边有什么 哇 这边有好多的书啊 哎呀 这边更多 哎呀 这么多的金书 全人在这里了 真是可惜了 这边有什么 诗诗要篮 这里边的字都是繁体字啊 哎呀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 这写的什么 天地巴扬神咒 这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挺牛的呀 神咒 这么多的金书 全人在这里了 真是可惜了 还是让他近代有缘人吧 有人没得 这边 是有人在这里住过 这波这被子看着挺破的 上面都有土 哎哟 这里边一股发霉的味道 咱们看看这个大殿里面是什么 哎哟 这边有一个大佛都被 上面都是空的哦 里面是泥土 还有木板 哎哟 这边还有一个大殿啊 有人没得 太安静了 看在这边一息 还能看到一点点的香火 谁啊 谁啊 我靠 刚才这边有声音啊 我这一瞬间头皮一发麻了 不知道是个动物啊 还是窜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荒郊野里呢 这边还有呢 这么多 这个整个院子都已经布满杂草了 哎哟 这个最上面 最上面这个大殿 好像破的更厉害了 钢子上面都破了 刚才听到的声音 嗯 应该是 房子掉下来个什么东西 应该是动物 这么破 这也不可能有人啊 视频下的小伙伴们 你们没听到的也不要喷我 因为我现在在直播 我一边直播一边录视频 所以说 你们没听到的话 有可能是没有拍录到 这上面塌的太厉害了 现在的心跳的比较加快了 哎哟 这个上面都已经塌的这么厉害了 这是有当时的那个僧人穿的鞋子 还有衣服 窗窝的衣服 这上面都已经塌了 这是一块大红布 哎呀妈呀 有人吗 哎哟 这个里边塌的都 当时还能看电视呢 还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这边是个沙发 下面都塌掉了 这床都垮了呀 这个绳子是干什么的呀 这个寺庙走到这里 咱们已经走到头了 说实话 在飞气的寺庙里边 也算是挺宏伟 挺大的了 这个寺庙从08年换飞到现在 说实话 已经十几年了 这么认着也不是个什么事 真的希望有一天 这个寺庙 能够 香火不断 东山再起 再现辉煌 下期见 拜拜